疫情三级警戒,游客民众减少外出 瑞穗乡复兴村87岁的凤梨农 寄卖在加油站自产自销的凤梨也跟着乏人问津 加油站长与人员相当不舍 特别向乡代表求咒,合力帮老农贩售 并且减轻老农的产销压力以及农损 87岁的阿龙伯从凤梨田献采的凤梨 用单车载运到加油站来寄卖 不过现在疫情三级警戒,又客民众减少外出 阿龙的凤梨也跟着乏人问津 加油站主管与加油站人员感到不舍 就一个LINE的求助讯息 向代表领域分级客户棚饮办来相助 并协同南区宣政中心副主任周玉梅两人 顶着烈日入园采收挑选,获着削皮分级包装 透过社群网站管道帮忙阿公促销凤梨 也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订购 昨天就想说就先处理他昨天已经出的这个凤梨 已经采的凤梨了,所以就先处理掉 那后续再陆续再来帮忙 所以要谢谢那个长领帮他忙的姐妹 我们的归姻姐 也和阿龙伯熟视的南区宣政中心副主任周玉梅 听闻阿公的困境也即刻前来帮忙 亲自开车将凤梨主意送到顾客的手中 就觉得说可以帮阿公把他的凤梨销售出去 然后不会让阿公的凤梨因为卖不出去的烂掉 对,就觉得可以帮阿公卖凤梨是很开心的事情 然后今天就准备下午要在阿公的凤梨上花莲去卖 对,因为已经很多接到很多订单 那就是想尽快把帮阿公把凤梨卖完 而看见大家热心帮忙 阿龙伯也万分感谢 种了大半辈子凤梨的阿龙伯 现在高龄87岁 仍不放弃物农 以自然农法 在复兴村种了三分地的凤梨 致食其力 种出来的凤梨不咬舌天然香甜 这一次经由大家的帮忙采收贩卖 也吸引了不少旧与新枝订购支持 也减轻了阿龙伯的产销压力 记者是预览 瑞瑞采访报道 阿龙伯的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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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龙伯 artic